这个女孩子被人囚禁起来 像狗一样对待 每天喂给她的是狗食 起初女孩子是不吃的 但是架不住饿 等到她想吃的时候 进来喂食的人 故意将食盘放得比较远 美女娜娜不得不用手去够 试了几次都不行 只好伸出腿用脚去够 饿鸡眼的娜娜 也顾不得这是给狗吃的了 狼屯虎咽风卷残云 真的是应了那句大话稀有理的话 那个人样子好乖 他好像有狗啊 可是谁在乎呢 只是这饭没这么好吃 里面被放了药 吃完娜娜就昏了过去 管理人员就来了 记录了什么 还对娜娜进行了清洗 根据表现换上了窒息项圈 白天让娜娜放风 但是只准不行 娜娜想要逃跑 项圈就开始收缩 手终于搭上了铁字网 娜娜也被项圈勒得晕倒在地 没多久 就有一个男性出现在了狗笼里 看到娜娜要吃狗粮 男子大壮就说那里面有药 娜娜一点不在乎 他是体会过饥饿的人 男子因为和他私下交谈 遭到了电疗的惩罚 等到娜娜再次醒来时 就看到没外一个陌生男人 被管理员给砸死 漂亮的女人会骗人 这话有几分道理 大壮趁着管理员靠近的时候 拽过棍子就将管理员打晕在地 从管理员身上拿到了钥匙 打开了链子 他还想带娜娜走 转过身后 没看到娜娜拿着盘子 就把他打昏了 醒过来的大壮被娜娜告知 刚才的一切都是他的幻觉 在两人白天放风的时候 大壮直接将手摸上了电网 他却怂恿大壮再次逃跑 两人迅速翻过了围栏 没跑几步 窒息项圈就发挥了作用 大壮为了救娜娜 转身回去 两人都晕倒在地 醒来的大壮被注射了置换剂 让他如坠地狱 娜娜也被注射了 这引起了管理员金发妹的注意 监视着这一切的是一个眼镜男和金发妹 金发妹发现眼镜男的异常举动后 他立马把这个情况做了汇报 得到消息的女主管来了 他发现了大壮的存在 原来这是娜娜她们的自作主张 女主管要求娜娜交出实验数据 娜娜眼看失情败露 就立马起身掐晕了女主管 顺手把她扔到了冰库里 娜娜露出了她的真实身份 她其实是一名资源受试者 之前都是签了协议的 而大壮则是娜娜火同其他人绑架来的 属于夹带的私货 做出来的实验报告 可以让她小赚一笔 这也是她为何三番四次的欺骗大壮 男人一旦妒忌起来 也是非常可怕 作为狗容实验的管理者之一 眼镜男一直迷恋娜娜 她一直过分关注着娜娜 通过监控她发现了娜娜藏着的秘密实验数据 赶紧进去偷藏了起来 听到了呼救声的眼镜男 找到了冰库里 利用柜子上的重物砸死了女主管 金发妹发现了女主管的尸体 眼镜男却说这是娜娜干 金发妹想要报警 却被眼镜男直接注射了麻药晕了过去 眼镜男随后用窒息项圈控制住了 发现一场想要逃跑的娜娜和大壮 金发妹和大壮关在一起 金发妹告诉了大壮事情的真相 这让看着监控器的娜娜非常生气 让眼镜男更是生气 她甚至把娜娜的前男友们都带来了狗龙 看着眼前满满的男人 眼镜男说这都是伤害过你的人 她想娜娜和她在一起 她甚至还让娜娜看了女主管的尸体 和他们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最狠的是 她知道娜娜对大壮有点意思了 就让娜娜对金发妹和大壮二选依旧一个 娜娜选择的是大壮 但是眼镜男却启动了大壮的窒息项圈 不但如此 她还把娜娜所有的前男友都启动了窒息项圈 心灰意冷的娜娜启动了自己的窒息项圈 还把平板电脑摔烂在了地上 眼镜男慌了赶紧解救娜娜 她的反应在娜娜预料之中 她趁机打倒了眼镜男 拉着金发妹就逃跑了 逃出来的两人本想着找其他的监管求救 没想到这些人早就被眼镜男给干掉了 追出来的眼镜男堵住了娜娜 眼干着一切都要大功告成 金发妹抽冷的打昏了眼镜男 娜娜和金发妹合理把眼镜男绑了起来 给她也戴上了窒息项圈 眼镜男最终挂掉 原本以为事情到了这里可以结束了 金发妹还想发表点感慨之事 娜娜直接就把毫无防备的金发妹打倒在地 金发妹奄奄一息 娜娜却坦然自作的戴上了金发妹的眼镜 换上了试验服 将试验基底一把火给烧了 她早就在这场试验中迷失了人性 虽然不知道这场把人当动物对待的试验目的和意义何在 但是最后是以人性之恶收场 这场试验本身就是不道德 基于这样的力图点 娜娜借机释放出了心中的恶魔 也就不让人意外了